那刚刚我们做这个动作呢 其实已经被记录下来了 记录在这边 为什么呢 假设你今天你未来是不是会放 111年1月的新的这个档案 放到那个指定的资料夹的时候 放到这个资料夹 这个进口资料夹这里面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呢 你的电脑 你的Power BI这边 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因为他会把套用的步骤 会整个套一遍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就是他棒的地方 好 所以你这件事 只要你这一次做就可以了 这一次的清资料清理 只要你现在这一次制作就可以了 好 那做完这件事情 他记录在这边 如果你想要反悔 你想要更正 很简单就删掉他 删掉他 这样可以了解吗 删掉在这里 好 我实际还是做一次 删掉 那这边要删掉 还要包含 已将标题升接 还要再删掉 是不是才 等于说删掉两个动作 可以吗 好 我再重新做一次 就是第三个动作 进来这边之后 就是请点选 请点选这个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可以哦 所以他就其实要做两件事 他会自动做两件事 他首先 先把刚刚那一列删掉 有没有删掉 删掉之后呢 还要将标题升接 好 请问进口要做 出口要不要做 你看出口 出口是不是一样 对不对 所以出口这边顺便做一下 出口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好 请问当我们